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癌症是人类生命健康的大敌 很多人都担心癌症会传染 于是选择了不与癌症病人接触这种方式来预防传染 其实这种做法既不科学也不人道 与癌症患者接触和与致癌因素接触 完全是两码事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身边存在的会传染的癌症 第一就是肝癌 就是乙肝病毒 我国是肝癌大国 临床数据显示 我国大约80%的肝癌都是由乙肝发展而来的 那肝癌本身它并不会人传人 但是乙肝病毒会 那乙肝病毒会破坏乙肝患者的肝脏 引发肝硬化 并最终导致肝癌 那乙肝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血液传播 母婴传播和性传播 要及时的接种乙肝疫苗 生活中的保持洁生字号 去正规的医院诊治 不用他人用过的针头 做好防护措施 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肝癌 那第二类呢就是肝颈癌 就是HPV病毒 那肝颈癌对于女性而言呢 是非常危险的癌症 现在也有很多的女性越来越关注肝颈癌 那超过90%的肝颈癌 都是由于女性感染了HPV病毒和导致的 在正常情况下 人体是可以杀灭HPV病毒的 但是如果持续感染 而且没有及时控制住HPV病毒呢 就特别容易引发肝颈癌 那HPV病毒呢 它主要是通过性进行传播 女性肝颈本身受损的情况下 也特别容易感染HPV病毒 那预防HPV病毒呢 我们可以通过HPV疫苗 来建设自己身体的防线 还可以通过建立健康的性生活来预防 女性呢要及时的进行妇科检查 第三呢就是胃癌 幽门罗干菌 在胃部感染到幽门罗干菌之后呢 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 引起胃溃疡和胃炎 如果胃部长期受到炎症的刺激呢 就极其引发 容易癌变 而且幽门罗干菌呢 也会黏附在上皮细胞黏膜当中 使胃部长期受到损害 那幽门罗干菌呢 主要通过唾液进行传播 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要提倡公快公勺 也要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 如果检测出了幽门罗干菌阳性 一定要通过杀菌药物及时治疗 以免耽误到后期 可能发展成胃癌 那生活中与其对患癌症的人 躲躲藏藏 还不如及时地纠正自己一些 不健康的卫生习惯 做好相关疾病的预防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